各位观众早上好 汉河防务评论者平和夫 今天我们谈一个主要的话题 苏-35最先进的俄罗斯战斗机 在中国空军是否能够有效运用的问题 先从结论说起 我认为他们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运用苏-35战斗机 我们首先看图片 这是中国官方公开的苏-35战斗机的图片 这里使用了R-13系列的对地无诱导火箭等实施火箭攻击 要请注意 苏-35定义为多用途战斗机 并非攻击机 不止一张图片 许多张图片 这张图片应该也是官方公开的图片 挂载的是R-13系列无诱导火箭弹 同时标准的配备为一套自卫型的干扰调查 用于对地攻击 我们首先看历史 我记得第一个报导苏-27战斗机使用火箭攻击地面目标的新闻 是我在1995年和1996年报道的 当时中央电视台公开了对台海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第一次出动了苏-27空U型的尖击机 实施了无诱导对地火箭 应该也是S-13型对地火箭 对地攻击 这些图片被我拿到莫斯科去以后 给苏-27首席试飞员 我来自尼尔 Illusine少将 看 就是他 就这位 遗憾的是他五年前已经去世了 非常优秀非常好的飞行员 教我很多东西 像父亲老师这样 每次去我都要拜访他 Illusine少将是 Illusine运输机设计局总局长 Illusine的儿子 苏联英雄 他因为在是非苏-15战斗机 苏-25战斗机当中 苏-25 攻击机当中的杰出表现 被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 这个授予 授点仪式 是柏林日列夫总书记亲自授予的 这个画像挂在他家 很闲要的地方 这是他的家 将军看了我 给了图片以后 他说 这不是浪费吗 浪费这个词 是从这里来的 当时我在英国的Jan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Monthly工作 月刊 后来我调到Janes Defense Weekly 显示防御周刊 暂时防御周刊工作 我记得我在月刊上报道过 很多媒体转载了 苏-27在中国浪费 是这样来的 下面我们简单的谈一谈 苏-35出售中国的问题 我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 最高层的军事工业界内 引起过很大的争论 据我所知 很严肃的说 没有任何人 希望出合24家苏-35给中国 后来国际局势的变化 美国的制裁 西方关系与俄罗斯的恶化 迫使普京不得不做出 这样的决定 原则上 俄罗斯出口武器这套管制系统 来自于前苏联 非常复杂 需要一个专门的节目 来加以介绍 最终这样大型武器的决定权 在俄联邦安全委员会 直接向普京负责 换句话说 普京要点头 要签字 至于 初期的 初步的 是否要出售的政治决定 鉴定 由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负责 具体的谈判 由Rosewood Expert 而全俄武器进出口 总公司 加以具体的谈判 负责 这几大部门的 相关的官员 我都采访过 简单的说 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曾经询问过 俄联合飞机 制造联合体的总裁 我说 关于出售飞机的这个问题 这就是伯克乡先生 您怎么看来 他谈了很多 这里我能说的 只有一个 他当时这样认为 区区24架战斗机 这不能构成很大的商业行为 我们所希望的 要谈就要谈48架 同时 中国方面的要求非常高 区区24架战斗机 他们要求 要在这些飞机上 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武器系统 这涉及到很大的 技术层面的困难 那必须涉及到 source code的问题 也就是界面 俄罗斯说可以 那你必须把飞机送到俄罗斯来 我能给你安装 我们当然不可能把界面给你 source code 而中方认为 这样会暴露他们的军事利益 他们认为 应该在中国设施相应的待遇 这个争论了很久 但不管怎么说 区区24架飞机 这在俄罗斯 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讲 也就是在制裁之前 非常不愿意 那现在我们再来谈 苏35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飞机 我们先谈性格 我认为中国这样的举动 演习的动态 证明他们连苏35的性格 都没有高度 苏35 是苏27M系列的最终改良型 雷达 多功能的相控制雷达 由这个NIP设计区的 VILI总设计师设计 的画面会出现 它能够同时跟踪 打击 多个空中目标 它的探测距离 达到了400公里 尤其我印象很深的是 它的功率输出非常之大 峰值可以达到20千瓦 这在全额的机载雷达当中 战斗机机载雷达当中 是非常大的估计输出 而且 整个火控系统 实现了完全的数字化 它不像苏30 苏27 苏30 半数字化 半内比式 而苏35 完全实现了 一体化的中央火控系统 由一台装用电脑 控制所有的环节 包括 动力系统 火控系统 非控系统 等等 什么样的情况下 类似苏27 苏30这样的战斗机 可以实施火箭弹攻击 早年 在这个 90年代 苏27 苏30 都出版过相应简要的手册 这个当年呢 我们都可以拿得到 苏后的设计去提供给我们的 上面确实有 最后一项作战 任务是 使用 S13等火箭系统 实施 无诱导攻击 为什么这样来说 那换句话说 不是可以吗 可以实施这样的攻击吗 原则上 一种战斗机的出口 它需要顾及到某个国家 空军 空军 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作战 什么情况 比如说 对付一种战斗形态 是对方完全没有防空武器的状况 比如说 车程的叛匪 某种意义上 山区的攻击 或者是什么这样的状况 当然可以使用 航空表演 这个在YouTube上有 俄罗斯曾经用 可能是苏30这套系统 实施了对地的火箭弹攻击 苏34前线航空炸机 实施了第一组炸弹的投放 这主要是好看 因为观众不可能看到 发射一枚导弹 搭得很远 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不能成为航空节奏的热点 所以大家都希望看一看 很热闹的场面 那中国空军为什么 当年要用苏27实施 类似的攻击 这个画面上我们也看不到 苏30他们都经常用这样的攻击 我曾经在珠海航空展上 询问过中国空军的官员 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他这样跟我讲 好看啊 领导来视察的时候管用 可见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从军事技术的方面来回答 我们必须从一个国家的文化 来看待这些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要不然90年代说起 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不改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种文化 这个话题我们换一个时间 让我们再谈 那么 真正他们怎么运用苏35 这里我们必须将一个认真讨论 当然首先是针对台湾 24家苏35 我们注意到 无数次中国战斗机 轰炸机 攻击机 进入西南方攻势列区 或者在台湾东部活动 或者在台湾海峡中线 越过以后的一系列活动 从来没有苏35的忠明 依据中国军队的文化 最好的武器系统 杀手舰的武器系统 留在最后使用 正因如此 我认为苏35 是中国空军在必要时候 针对台湾的一张王牌 怎么针对 怎么对付台湾 尤其是改良以后的 苏 是 改良以后的 F16战斗机 从进口的武器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空军对苏35的要求 以及期待 这个飞机目前只有 部署在随西的空二四 以前的空二四装备 所以我们很难 看出它在台湾海峡一带 要聚集的活动 这里我必须反复地说 很遗憾 我并不能在这样的节目当中 详细地介绍 苏35进口什么样的武器 因为现阶段 这些问题 第一 不再方便谈 因为俄罗斯已经把这个 武器出口的管制问题 列入了国家机密 写进了法律 一旦成为法律 我们就不能碰 任何国家的法律 包括北朝鲜的法律 中国 台湾的法律 不能碰 我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现在访问莫斯科 去年一天 我甚至不再问 某个国家获得了什么样的俄罗斯的武器 苏35我之所以知道 因为它时间比较早 谈判的时间比较早 而且也是无意当中的 原则上我不再问 因为这是人家的法律 是不是 这个我们必须遵守 那么从所获得的武器系统来看 我认为第一次打击 动用苏35 主要是针对台湾的预警机 因为苏35装备了非常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和空对地导弹 空对地导弹射程超过300公里 出口型290公里 空对空导弹 我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关心俄罗斯空对空导弹 技术发展的人都会知道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 能够攻击预警机的空对空导弹 而且这些武器系统都只出口给了中国 其他国家因为还没有装备这个苏35 所以并不是很多国家 都拥有如此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武器 这是进口24甲苏35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仿制 这我们不用仿制这个词 我认为中国还是希望通过苏27 苏30到苏35的进化 来摸清俄罗斯设计师的一个思路 我们用研制或者是研究这样的词 表面上看苏35和苏30 外形很相似 其实完全不同的战斗机 它经过了巨大的改变 几乎可以说具备了全新的作战性能 和全新的各种各样的技术 比如说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火控系统 雷达系统都是新的 俄罗斯完全有能力 为苏35换装有缘相控制雷达 为什么不换装这套系统 主要涉及到的是 一成本问题 因为苏57上已经装备了有缘相控制雷达 出口给印度的苏30MKI 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叫做Super 苏30MKI 装备有缘相控制雷达 其次大批量的生产 俄罗斯现阶段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进口中国的 我知道 他们进口过中国的T2元素 莫快 并不符合俄罗斯空军的要求 在掌握了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歼16歼11到底拥有多大的作战性能 表面上看 都使用的有缘相控制雷达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可靠性如何 T2的使命寿命如何 原则上 西方战斗机 舰船的有缘相控制雷 T2末快 烧坏10% 仍然可以有效工作 但是 俄罗斯进口的中国相应的技术 经过测试以后 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 所以 我认为 通过进口苏35 仍然在于进一步的研制 这么一个进化过程 尤其是动力系统 比如说 苏27 苏31 都使用的是 AL31F 或者F1 或者F2系 无能风扇发动机 加力推力可以达到 12500公斤 改良型的第一期改良型 F1 可以达到 12700公斤 使用寿命 从当年的大修时间 从500小时增加到700小时 但是 苏35的发动机 117S 或者叫 AL41 FS 它的进化就更大了 大修时间达到了1000小时 开始接近 西方战略机的 大修水平 寿命达到了 4000小时 如何通过改良 首先加大了 发动机风扇的直径 从当年 AL31的 905毫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毫米的这个 风扇直径 加大到了 932毫米 大约3%左右 这样推力也增加到了 加力推力 14500公斤 能够使苏35 实现有限的超音速巡航 这已经是 第四代 战斗机 俄罗斯的标准 第五代战斗机的 部分指标 所以 苏35战斗机 尽管数量少 但是在中国 他们可能基于极大的期望 但是 从目前演习的状况来看 所公布的所有的照片 我都看了 多数都是 仪表飞行 不挂在任何武器系统 我从来没有看到 苏35使用任何 诱导武器 或者新一代的俄罗斯 空对空导弹 或者新一代的空对地导弹 实施相应的训练 这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